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做对象检测的验证 上一期我用的是YOLO V4 是吧 今天我用一下YOLO V4的TINNY版 微小版 咱们看看怎么样 上次速度有点慢 今天大家看我画面的左上角 帧数达到了将近27 8帧 是上次的一倍 所以说咱们看看今天这个效果怎么样 好 咱们试一试 上次我开的是汽车 今天我开个摩托车 好 咱们看一下吧 我开门 好 咱们试一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得出来咱们这期帧数是上来的是吧 感觉检测的准确率明显低于上期 看来这个Tini版还是不能够使用 今后我还得是再考虑其他的框架 最近我看有一款TensorFlow的对象针测模型也是非常的不错 我准备过往前再做做视频试试那个模型 那个模型给大家提供了好多的训练好的模块 大概有二三十个我都想试一试吧 今后我也是会用GTA 作为我一个评测的平台 希望您能够一起来关注我的视频吧 大家看看这两个人的侦测还是可以 但是方框画的不稳 这两个人你看他一逃跑时就侦测不到了 看来Tini的框架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它速度是很快 帧数也上来了 但是准确率下去的话 光提高帧数没有什么意义 这看来也是今后我一个课题 我能再考虑一下吧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也就这样了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